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IFU Super频道 我是Mini 这次主题呢是想跟大家分享这款Luna Fofo截面仪 因为在网上呢看到中文的关于这款截面仪的介绍比较少 刚好我自己也有一个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就想把我自己的使用感受呢 通过这次的视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那收到的时候呢它就是装在这样的一个包装里面的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放大镜可以把里面的刷头放大一点 让你看清楚它是什么样子的 另外呢它在后边的这个部位 其实它是有带这种激光镭射效果的一个封条 但是因为我的是已经用过的 所以这个封条就已经掉了 那包装里除了有一款这个机器以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冰箱贴 那个冰箱贴上面有一串注册码 通过那个码呢就可以在光耳上激活保修期 如果你那个冰箱贴丢了呢 其实它这个机身的下边也会有那一串数字 它是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这样的一个码就可以在上面注册激活 那LUNA BOOBOO呢 它是装电池的不是充电的 所以在底部呢 它会有一个装电池的地方 随机也会配送两个厂家的原装电池 大家把它装进去就可以了 那两节电池呢 可以共我们大约有400次的使用 在装卸电池的时候呢 大家看到底部有两个螺丝要把这个螺丝拆开以后 然后电池才可以装进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刷头 它刷头的面积是占了机身的大约三分之二 它是由两种刷头组成的 一个呢是这种比较粗比较大的一个颗粒 然后下边比较大的面积呢 是这种非常柔软的稀小的颗粒 质感是特别特别的柔软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背面呢 是非常可爱的 好像一个小娃娃一样 有两个眼睛 还有一个手 那上面的这两个小眼睛呢 它并不是一个装饰的作用 它是镀金的探头 可以通过它呢 来监测我们皮肤的状态 这个下边呢是一个开关 那LUNA FOFO它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是要跟手机上面的APP来联合进行使用的 那么现在我就跟大家一起来操作一下 看看它是怎么样工作的 那首先呢我们要长按机身三秒 把机器打开 瞧 它的小灯在闪烁 表示机器已经打开了 现在我们点开APP呢 这里有进入我的设备 点这个加号 现在它就开始搜索 LUNA FOFO 哦 这里已经搜索到了 那我们点一下 现在正在连接这个截面仪 好 现在已经连接上了 你看它上面会有写欢迎使用FOFO 看它这写了 FOFO已连接 那么现在就出现了两个按钮 一个是红色的检测肌肤 另外一个是蓝色的清洁肌肤 当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 那我们肯定是要先对皮肤进行检测 好了 那现在就像界面上显示的一样 我们就按照这个软件的提示 来进行检测的步骤 现在我们点开始检测 哦 对了 在开始测试之前呢 一定要先清洁皮肤 好 现在大家看这个示意图 它说先检测你的右脸 检测的时候呢 要把这两个金属探头紧紧的贴住 你要检测的部位才可以 那我现在在手上试一下 它说正在检测 请不要移动你的FOFO哦 好 现在我们再检测左脸 同样的检测的时候 不要移动你的FOFO 正在检测中 好 打了对勾了 我们再检测 现在是额头部位 好 最后是鼻尖 其实也是我们几个 面部比较重要的 额面部清洁比较重要的部位 好了 现在肌肤已经检测完毕了 哦 它会给你一个平分 我现在的肌肤状况是76分 它说比较缺水 现在皮肤检测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界面刷到最下边 然后就可以点这个左边的按钮 开始清洁肌肤 然后它就会说了 在你清洁肌肤之前呢 一定要做好卸妆 然后要润湿你的面部 再把洁面乳涂在脸上 不要直接把它涂在FOFO上 当你做好这两步准备工作以后呢 就开始洁面吧 开始洁面的时候 大家听 FOFO就开始振动了 然后你可以根据它示意图上面的位置呢 来进行截面 那以上呢就是FOFO的使用方法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说一说 最近一段时间我使用它的感受是怎样的 首先呢 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是 它真的很小 大家看只有这么小一点点 出差度假的时候 带它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 不怎么占地方 而且它这个电池呢 你换一次可以使用400多次 所以其实用起来还是蛮省的 不需要经常去更换电池 还有呢 就是它的洗脸效果 我个人觉得呢 每次洗完之后 皮肤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很光滑 而且变得柔嫩了 这个是因为它上面的这些触头的作用 会比我们直接用手洗的话 清洁力会更强一些 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洁面仪还是要越早用越好 那如果你之前没有使用过洁面仪 第一次使用它 相信你会感觉到效果很明显 那如果你是平时对肌肤的清洁 做的就比较好 可能你使用它的时候 就不会有那么明显的效果 那我觉得肌肤清洁呢 是肌肤护理的第一步 也是最基础的一步 所以呢 还是推荐大家使用洁面仪 来对皮肤进行清洁 这样子后续的 你买的贵的保养品啊 才会更好的进行吸收 那在使用当中呢 我有几个小建议想要给大家 第一呢是 大家看在洁面的时候 它的APP上面的提示是 洁面的时候是这么慢的动作 大家想一下 你的半张脸 有的时候 它只会让你清洁 十秒钟就会停 那么这么慢的动作 一 二 三 估计你在脸上滑动三下 这十秒钟就已经过去了 所以呢 在我使用当中呢 我是不是按照它那么慢的动作去截面的 我一般就是正常的这样子画圈去截面 那这个速度呢 我觉得在它规定的时间里边 是可以清洁完整我们整个的面部的 如果像它那么慢的速度的话 就脸还没洗两下 然后那个时间就已经到了 机器就停了 那第二个小提示呢 就是在你下一次使用FOHO的时候 如果你不想再重新检测自己的肌肤状况 就可以直接按一下这个后边的开关 FOHO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它的这个清洁模式呢 就是相当于是跟上次的清洗模式是一样的 那我的建议呢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每一次截面之前 最好还是检测一下自己的肌肤 这样子的话 才可以让这个截面仪充分的发挥它的功效 那说了这么多我的感受呢 大家也很难看到 我在使用它之前和使用之后 我脸上究竟有什么样子的不同 接下来我就想做一个小实验 来跟大家一起看一看它的清洁能力到底怎么样 现在我用一个西游来模仿我们的皮肤 然后我用我平时最不容易晕妆的眼线笔 画了一个男生的笑脸 还画了一个女生的笑脸 一会儿呢 我会用手来洗男生的笑脸 用我的Luna Fofo来洗女生的笑脸 看一看最后的清洗效果会怎样呢 洗不掉了 洗不掉了 我现在就用我平时洗脸的时候用的那个力度 好 我真的也那个戳不掉 你看 这还不太厉害了 你看 对吧 好 洗完了 看下面给我黑墨子 好 现在把它除干净 哇 通过刚才我们的那个对比的实验 大家也能看出来 效果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这个男生的笑脸呢 我是用手洗的 然后刚才用手感觉洗不掉 还用指甲稍微抠了抠 然后但是我们其实平时洗脸的时候 肯定不会长时间用指甲去抠我们的皮肤的 但是也只能洗成这个样子 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残留 然后这边呢是用我们的LUNA FOFO来洗的 就是用我平时的洗脸的模式 然后大家看整个过程洗完之后 已经非常非常干净了 只有一些少部分的一个残留 大概洗掉了99.5%的样子 所以这个结果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好了 那以上这些呢 就是今天我对LUNA FOFO的一个介绍 大家是不是对他已经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了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 订阅我的频道 在国内的小伙伴也可以在B站找到我 在微博和公众号我也会有一些有趣的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关注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